这次我们来到自己的大本营 北京 试驾了2019款宝骏530 时隔一年就推出了新款 宝骏530的外观并没有明显变化 变化更多集中在了内在 当然这也可以看出 530的外观设计在市场上还是很受欢迎的 前年采用宝骏logo加镀骨四条的多边形隔山设计 与日行灯连接在一起 左右两侧大灯区域保留了战斗式进气口的线条勾勒 突出部分还使用了镀骨装饰 使整个前年显得方正大气 新款530大灯光源相比老款有所变化 为了突出性价比 全系改为卤素大灯 如果能提供LED的选装就更好了 车身侧面采用从机舱盖一直延伸到车尾的腰线设计 拉长了整个车的视觉感 同时与地面平行营造出了稳健的姿态 随着车窗线条的收窄 以及熏黑的低柱设计 悬浮车顶的效果营造的不错 车尾的设计中规中矩 好在开口较大 取拿东西也比较方便 宝骏530的车身长宽高分别为4655毫米 1835毫米 1760毫米 轴距为2750毫米 这个尺寸定位于紧凑级 简直就是越级来打这些小兄弟的呀 后排地台全屏 空间可以用巨大来形容也不为过 同时后排位置可调 来个北京摊也完全没有问题 第二排座椅还能通过翻起来折叠 保证了后背相遇地台的全屏 储物空间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 内饰的设计保俊一向走的简约不简单路线 多的不常用功能一个不会给你 给你的都是实用的 8英寸中控大屏 显示清晰 功能实用 蓝牙 导航 音乐 甚至还有日历和计算器 7英寸夜镜仪表采用了沉浸式的设计 和机械式的转速时数表融为一体 第一眼看上去还以为是全夜镜仪表呢 全车标配三个USB接口 其中两个都是5V2A的 相当厚道 定数巡航 Auto后 主架座椅 一个都不少2019款宝骏530的变化最大的部分在动力系统 采用重新调教的1.5T发动机最大功率111千瓦 151匹 最大扭矩256米 匹配上去自己研发的CVT变速箱 驾驶质感相比18款的自动挡版本有了质的飞跃 平顺性没得说 提速感受也很畅快 很难相信这是一台宝骏 相信稍后宝骏其他车型也会匹配这套动力系统 油门刹车踏板很轻盈 但是反馈很积极 并不会减弱驾驶信心 同时还提供有运动 ECO雪地驾驶模式选择 顶配车型底盘采用的是前迈福讯 后梯形多连杆独立悬架 对路面的整动惯率的不错 整体调教偏舒适 同时N1H也做的比较出色 噪音一直不错 我会给大家推荐购买本次试驾的车型 2019款1.5T CVT尊贵型 也就是顶配车款 售价10.28万 除了一个大一级的车身 全新的车身